今天沒有睡飽 我發現很多爸爸竟然看起來還蠻有精神 蠻厲害的 然後我今天帶一些跟上面的一個議題是有點像 就是一個直直斜地的倡議模式 那我最近 之前是公務員 最近還俗了 帶持在力量智庫 那就是前提是其實進來智庫以後發現 有很多重要應該被關心的議題卻沒得到相關的關注度 然後也許有很多事情只要去開始關注也許又能改變 那當然這還是需要一些明明的分工 比如說有人能提供那樣的知識 跟有人真理這個爭點是什麼 然後有人來去對焦現在政府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這邊有提出一個類似這樣模式 那...欸...真的沒...對不起 你會在動電腦這邊 然後我給前提再說一次 有很多要關心的議題卻沒得到關注度 然後有些事可能去做就會改變 那這很需要有人提供知識 整理邏輯 對焦政策 真的沒睡吧 OK OK好 所以這就是原本在想的一個模型 基本上就是希望說 我們這邊其實可以跟一些外部專家 一起來整理一些議題的資料跟整點跟知識 那我覺得這部分其實都會 希望是開放出去的 讓所有的想要拿來 不管是做政治倡議 政治倡議 然後做分析研究的人 都可以善用這樣的知識 那但是我們這邊 也會拿這樣的資料 去做形成倡議 然後形成政治壓力 然後去對接政府機關 那這個模式其實都還很Rub 在可以討論 但目前 之前有跟 OCEF的伯鋒有試著討論過自然人憑證 那也產出了兩篇的文章 那也有跟我發會說 8月可能會開會 然後去討論一下說 接下來 下一年度的自然人憑證這部分 有沒有可能 推論方式有些改變 然後第二塊是 最近我自己整理的這個開放資料的業力大銀包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上面有很多 比如說 人在抱怨 開放資料的政策 然後 大概也要把他們講的重點 已經整理出來 那 這第三個是 最近有跟榮妮一起 在討論這個 勞檢的資料的 統一的標準 然後 這樣子可以讓 應用端其實更 更好的去發揮 那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做這樣的 這些議題 其實如果 沒有人真的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幾乎大家就 媒體上面就是在吵 前瞻啊什麼什麼 但是這些議題重不重要呢 其實 他對台灣的進步 我們覺得也是有必要去關心的 所以 才覺得說 那我們也許可以來run 看這種 協力的模式 那所以 其實今天就會覺得 如果有議題會想倡議 而且對該議題的知識 技術背景也了解夠深的人 而且我們主要 是希望以開放 跟去壟斷委 主要有精神 來協作 然後 或者是對整個這樣的模式 覺得有怎樣可以做更好的 那我其實是真的覺得說 這一題 任何人拿去用都好 只要有人開始講都 都好 那我們還是會 會比較積極一點的去處理 大概這樣 謝謝 為什麼你們要去龍斷 去龍斷 我是去掉龍斷 去龍斷本來就是去掉龍斷意思 去什麼 去什麼 去中心不是就 不要去中心 去中 對啊 去中心不是本來就是 要中心畫的意思 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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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廁所